NEO聊世紀 天天留個星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也是第七屆競技場大師賽 先來看一下 黃色的玩家是Smokin 這位玩家也是蠻厲害的玩家 他再次選擇文名是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在競技場的表現也算是不錯的 雖然他沒有火炮 後期的能力可能會稍微弱了一些些 但是他有這個頭子戰矛 還有一些強大的經濟能力 還有這個聲率 都是在競技場來說發揮的不錯的效果 後期的組成通常都是打這個步兵為主 那攻兵性的話雖然可以打 但是強弩沒有母子環 所以大部分的阿茲特克人 還是會選擇戰毛兵的路線 還有工程器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藍色 藍色的話是我們的知名台灣選手 這個天空熊 那天空熊呢 他這次選的是蒙果 那蒙果在競技場來說 他不會說太強也不會太弱 這要取決於這個蒙古人的這個配置 因為有些人的打法會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蒙古人會強 是強在他的這個城堡時代 跟帝王時代這個時間點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蒙古人 他在城堡時代 輕騎兵血量比較多 搶生物來說有一定的優勢之外呢 後期的這個蒙古圖技 也是一個難解肢體 對典人來說 而且蒙古圖技 對工程器傷害有外增傷 所以只要數量一多起來的時候 可以扛著這個城堡傷害 去硬點對方巨頭 所以競技場的對抗情況下 其實蒙古人不會太差 他比較弱勢的地方 就只是中後期的經濟不太好 但前期的這個持弱 效果是非常快速的 可以比對手還要更上這個城堡時代 甚至帝王時代 那就是取決於這個戰術而定 那斯基帝國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個戰術很多 蒙古這個在競技場的玩法 有相當多變的 那當然有開農的版本 也有這個城堡單TC 蘇帝王蒙古圖技巨頭開拆這種路線 這個就是比較特別一點的打法 我們之後有機會 再來看到的話再繼續講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天空熊的配置 這邊配置是配了六木 然後果子四個人 然後這邊豬肉吃完之後 七個人就去吃羊 把羊吃完之後 三個人去種田 這邊有把殘血拿去種田 這個羊待會再繼續配 然後這邊刺猴就去看一下 對手的這個領地有沒有看到 支援點啊 或者是 但這個距離應該是看不到 因為這個時間點比較晚一點 不是晚一點 就是因為他這個 競技場現在比較平衡 是看不到裡面的支援 我記得以前的某個版本 好像是可以看到對手裡面的支援 但現在這個新的版本是看不到的 所以天空熊現在在那邊繞 所以繞不出個所以然 就只能大概知道對方的地形 然後外面的礦點在哪裡而已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快速加速一下 因為不確定天空熊這把 是會打什麼樣的戰術 阿茲特克人最主要的打法 是在城堡市場出大量的生旅 然後去做錢壓 然後去撿生物 也是想要打一個生物優勢戰 但目前看起來 阿茲特克人這邊要打的應該是 槍兵配生旅 然後去撿生物 但是天空熊有這個肉 血量加成 所以還不確定 兩邊的一個 誰優誰列 那我目前覺得 天空熊比較有主動的權 阿茲這邊會比較被動一點點 那就來看一下兩邊的封殿 style 怎麼剩 目前阿茲特克人這邊是七春配木 四個人吃果 然後其他人伐木 這邊肉量很夠 其實已經可以升到城堡 style 好下一個四級 再配上冰工廠 打一個是23 配加2 23加2的一個直層路線 天空熊這邊是26P喔 26P才點封殿 style 然後應該是25P啦 25加2 這邊果然放下了馬舅 那待會可以再補一個冰工廠之類的 結果是補四級 等一下一級伐木一級農 然後點一下城堡 style 阿茲特克這邊也是喔 兩邊打的都算是挺正常的開局 沒有什麼太特別之處 阿茲這邊挖進五個人 這邊配七個人一樣伐木 然後農田一直灑 灑了大概一圈喔 大約8片農田左右 然後果然再出長槍兵了 阿茲長槍配森旅 是個不錯的選擇 好天空熊這邊趕快先出刺猴 刺猴出一出 待會還要再按這個 輕奇病的升級喔 那天空熊這邊沒有繼續按 肉碼的原因喔 是因為待會還要點二級龍二級魔 還有輪手技術那些的 可能要留一些肉來用 還有這個輕奇病的升級都需要肉的 趕快先補一個修道院 好先開一下城堡中心 然後欸結果就去按刺猴 這邊看到槍兵了 哇這邊是前置 修道院啊 好等一下輕奇兵跟二級 二級目之後就沒肉了 你看這個天空熊這個資源算得還蠻精準 肉量有稍微保存下來 看到城堡兵這裡要硬打嗎 天空熊硬打雖然換掉對方的鷹刺猴 但是沒辦法跟對方槍兵硬打 好那阿茲官打一個生旅戰 前家 那有可能是打個生頭戰術 那生頭戰術阿茲特克人 是蠻適合在競技場使用的 那這邊要趕快下工程機製造所 才會有投實測 好那蒙古這邊就比較難受一點喔 因為蒙古他並沒有救贖思想 對抗這個生頭戰術的話 只能用大量肉碼 直接去硬拷之類的 或是用其他戰術去應對或投車副長 都是蒙古人的抵抗生頭的方法 好之意喔 這邊槍兵稍微被招了一下 好青騎兵過來 砍個兩刀收掉 好這邊看他細節 好過來一刀兩刀三刀拿下拿下 天空熊這邊勝率打得很漂亮 燒掉兩隻生侶 自己的生侶反而招到最方槍兵 招了大概兩隻槍兵 防守繼續補 而且是雙TC開樓 當然這邊細節 有點太忙了 忙在控兵喔 家裡沒有控好 這個集結點沒有射 讓天空熊的經濟差了一點 好 當然天空熊點下了最俗思想 這個科技一點下之後呢 就可以招搶對方的生侶了 但是投死車不能招的關係 所以投死車可能只能用自己的輕騎兵去解決 甚至出這個草騎也可以 那蒙古打生頭戰術 有個比較好打方式就是出草原騎兵 然後配投死車的一個做法 投車奴炮 那奴炮是拿來打這個長槍兵用的 那阿茲這邊也是點下最俗思想 想要互招對方的僧侶 那阿茲這邊是打單TC的關係 所以這個經濟會比天空熊這邊更差一些 但天空熊這邊已經大爆挖石頭了 所以待會這邊 沈門的附近 可以再補一個城堡 在這個位置 直接手下門面 就沒什麼問題了 這也是擋生頭的一個很好的方案 就是直接 改動城堡出來 那天空熊這邊可以考慮 繼續按清起兵 果然安靈東城堡 那城堡出來之後就可以清起兵稍微減馬了 然後再帶回去出一些蒙古圖祭 趕快轉出馬攻系列 因為蒙古圖祭的話 打對方僧侶或長槍兵 效果其實都還不錯的 雖然僧侶可能會找走你的蒙古圖祭 所以至少數量大概六七隻左右 可以一發一隻僧侶的時候再出去 這樣擊殺對方的蒙古圖祭比較有效果 才可以一次解決掉 那這邊天空熊可能要轉出大量木頭 這邊資源可能要調配一下 這邊看到城堡只能往左走 這邊蒙古圖祭先招對方的蒙古圖祭 看一下這邊 頭車後面砸一發 兩隻蒙古圖祭直接叛亂 叛亂的蒙古圖祭再繼續招翔 但是對方也會招蒙古圖祭的能力 能再招回來嗎 欸 又招到 哇 天空熊這波打得還不錯 但是對手也招了天空熊的僧侶回去了 嚴格上來說沒有太差也沒有太好 有點誤開 請幾兵 這邊有抓到一隻僧侶還可以 五隻僧侶走進來 這個有點危險 原天空熊這邊僧侶是全倒 然後再補下僧侶 蒙古圖祭一直有在按 可以可以可以 這邊有在按的話 數量趕快點一下 然後再點一下二值一射 然後趕快轉出彈道學之類的 但現在木頭很吃雞 先補齊蒙古圖祭的數量就可以了 請幾兵待會一出來 看要不要考慮 直接去印出這邊的生侶 這邊直接印招對方的生侶招掉 然後請幾兵放出來 先打對方的頭子車 頭子車打掉嗎 沒有先打頭子車嗎 反正是先砍生侶 這邊生侶直接被弄爆 這一波 天空熊打得非常漂亮 我還以為他要先打掉頭子車再去打生侶 想說應該先打生侶比較好 那果然天空熊打得很不錯 這一個套路打得很好 但是蒙古圖祭被招走兩隻有點小傷 這邊蒙古圖祭可能要損失掉囉 還好裡面的設計是很快 趕快再護招一下 又招回來了 哇這波狂招 阿茲特克的生侶全部都被招走啦 天空熊這邊生侶反制了回去 雖然生侶血量贏不了對手 但是可以招對方的生侶 這件事情是相當關鍵的 這也是蒙古打生侶這樣的一個關鍵科技 沒有這個科技的話 生侶戰絕對打不贏 蒙古圖祭一出來之後 阿茲特克人的攻城汽油就不太好出了 怎麼出怎麼虧啊 所以這邊阿茲可能會轉戰矛之類的 來檔會更好一點點 但轉戰矛的話又害怕蒙古圖祭 蒙古的草原騎兵跟大陸 所以阿茲特克這邊就會顯得有點難受 這邊還是有再繼續按生侶 阿茲這邊現在其實有點困擾 好像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是我的話我也會一臉蠻蠻 怎麼被壓了回來 不然就先升個帝王 然後去插寶 這是折衷方案了吧 現在單TC上帝龍時代插寶進攻 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可以把城堡考慮插這個位置 然後巨頭開拆 然後巨頭放在城堡後方 然後拆對方的巨頭 拆對方的城堡 那兩邊都差不多時間上帝龍時代 天皇熊這邊上的算蠻早的 而且這邊補一棟城堡 待會裡面的僧侶都沒辦法繼續出來 孟靈西製造所也會被壓制住 這裡損失掉木頭 至少快要1000了吧 至少1000木了 孟革圖祭全部在這邊做一個集結 僧侶也在這邊等著 這裡再補下一個麻雀 再給一個大學 先點一下彈道學 彈道學可以馬上點下去 可以支援用得非常緊 補下一個輪走技術 哇天皇熊一直在進步啊 經濟有在控喔 明明已經要升地龍時代了 也有在記得要點這些科技 這要看要不要再補個二級龍之類的 因為農田其實補個二級龍 弱量也是給的很多 好這裡按兩隻製暴桶 那城堡時代的製暴桶 只要兩發就可以炸掉這個石牆 看來天皇熊想要破門而入了嗎 欸但是又取消了 看來是按錯 我以為他要直接破門了 好左邊蒙古圖祭走出來 天皇熊去繞一下 看他左邊的狀況 好這裡不想理蒙古圖祭 好有戰道學了很準 這邊想要抖動躲電石但有戰道學的關係 躲不太掉 好上方村民沒有抓到可惜了一點 這邊一個迂迴還不錯 這邊可以蓋城堡 好但蓋這個位置尷尬了 哇這個阿茲特克人 沒有看到這座城鎮中心 小傷 哇天皇熊 這一波聖旅戰打得很精彩 那蘑菇圖祭這邊也出得相當的吉時 好這邊趕快點巨頭 不管是要去拆對方城門或是拆城堡都可以 當然天皇熊在找對方城堡 一直沒有看到 他應該覺得很奇怪城堡在哪裡 結果是在這個位置阿 天皇熊大概挖蛇應該就會看到了 這裡怎麼有怪怪的東西 應該看到了 等那個聲音應該他就失到了 這邊急需石頭 趕快再蓋下去 採礦人地 趕快先挖一波再說 阿茲這邊就去打聲旅戰 點下印刷技術 還有騎士思想 還有這個神權政治 那這三個科技呢 就是分別為 一群聲旅招翔之後 只要一個聲旅休息的科技 這個神權政治 那騎士思想呢 是增加聲旅的 招翔後的CD時間 這個減少還蠻多的 所以在兩個這三個科技點下之後呢 可以讓阿茲的聲旅大幅強化 血量非常多 70滴血 直接印射 沒問題 數量夠多 那印刷技術呢 是增加聲旅的招翔射 加3點 那阿茲這邊 GG出聲旅 然後配一些香檳或戰錨都可以 那天空熊這邊 一直出蒙古突擊就好 然後待會兒 只要蒙古突擊加肉馬 直接去硬拆 劇情投機就可以了 障礙非常高 硬拆也不是問題 這邊兩巨頭 硬拆沒問題 要拆到城堡了 但是對手這邊已經打出了 GG 哇 天空熊這一場打得非常漂亮 雖然這一把有點短 但精彩的地方也是蠻多的 那看起來天空熊這一把 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輕起兵 放在這個馬舊裡面 然後一放出來 砍爆對手 那對手這邊 做的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把孫女放在馬舊旁邊 因為看到馬舊插的旗子 卻還把孫女放在這個位置 雖然衝射也是第一時間去衝撞馬舊 但可想而知 這還是有點微妙 孫女可能要拉得更遠 然後槍兵要再更 更需要多一些些 會比較好 那天空熊的反制也是越來越厲害了 他這個城堡插得非常及死 雖然左邊這裡沒有為死 但至少讓對方的攻勢 有一定的趨緩 甚至也可以成功反殺回去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有天空熊拿下勝利的 應該是雙TC開農的關係 雖然對手一開始有五勝物 但最後被天空熊拿到了最後的 全部的勝物 應該是兩個勝物 那對方是三勝物 好 那天空熊這邊很 很關鍵喔 這個經濟科技全部都有點 點帝王之後 全部點了輪軸啊 農田啊 踩石啊 踩金啊 手推車都有點 這個是天空熊而進步的一大的成果 因為點完之後 你帝王時代就不用去擔心 有沒有忘記點 什麼農田科技那些 你就專注在打架上就好 反正你經濟只會越來越好 不會越來越差了 就是緊繃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打後期的一個關鍵喔 你上帝王時代或城堡時代 先趕快點經濟科技喔 到來上城堡 你就只要專注打架 升這個打架的科技就可以了 那後續的科技經濟就不會入獲太多 反而是讓你成為 這個勝利的關鍵的一個要素 之一的科技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看看訂閱 吧